其實出道之後 到現在 緋聞其實也非常少 在蘇智希的身上 好奇的是說 你的理想 女生的條件 或是標準 或是什麼樣子 在場不要準備等下舉手了 好不好 對 對 我希望我的對象 可以對我的工作 有多一點的理解 然後可以 比較可以 善於溝通的這樣子 對 因為我這樣子的工作嘛 所以對我多一點了解 互相體諒 然後可以溝通的對象 喜歡體貼的 對 然後對他的工作理解 對 然後有很多這個 對 不需要是這個環境裡的人吧 不一定是 那樣是沒有 並沒有局限於說 一定不要這個圈子或是怎麼樣 哦 了解 好 在場女星在這邊先恭喜各位 好嗎 各位 好 這個 聊回專輯 我想在這個 這次專輯 因為他年年其實都有迷你專輯的推出 那也跟很多不同領域的音樂人有合作 還有 華語圈有沒有特別想要合作的對象 可能一個水準而已 所以不太簡單 那如果到時候 也不好意思說 希望大家誰誰誰跟我一起合作 我恐怕會帶給大家可能不太好的一個影響 所以他覺得說 如果你們大家 有一些音樂人想要跟我合作的話 也覺得有一些損失也沒有關係的話 盡量找我 我不會盡量的佩服 很謹慕的答案 打給他 是不是 接下來有沒有一些特別期待或開心的計劃 最後的問題 最近我們在評估一些劇本 那我們看了之後覺得有比較適合 比較好的一個作品的話 近期應該會透過作品來跟大家見面吧 了解 但是像在評估劇本這樣的過程 因為其實之前你也有演過 這個比較憂鬱的角色 現在又因為主角的太陽 有了比較開朗 比較搞笑的角色 這帶給你平常一些 也有些轉變嗎 其實我剛出道的時候有演過《情境劇》 《情境劇》是比較開心 歡樂的一些 所以也不能說是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對啦 畢竟之前演過 不過我在飾演《主角的太陽》的時候 當然因為它是比較搞笑的 歡樂的一個喜劇的部分 所以飾演起來其實還是有一些些的困難 可是並沒有太大的轉變 那演出過這麼多角色 覺得自己跟哪個角色的個性是最相像的 請問你有看過我的作品嗎 有《主角的太陽》 對 那對你來講 我的感覺就像是《主角的太陽》裡面 《德州中原》的角色嗎 我覺得這樣講也不好吧 但是我覺得那個角色 因為它很幽默 然後很搞笑 對 但我感覺它應該是穩重的 平常的生活 你如果看了其他的作品的話 你一定會嚇到 真的嗎 我基本上 性格有點重 很難看 我好像個人比較傾向 比較喜歡這種沉默 然後在遠處觀望的那樣子的一個形象的角色 觀察者 對 好 希望這個未來不管是任何的角色 或是任何的這個劇本 都能夠更多看到蘇智謝的演出 要非常謝謝你來到台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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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這邊也要非常謝謝 謝謝所有媒體朋友們